有1388 更多詳情,我參與Reqa Finance Facebook 專頁及網站 吃飯啦 每天都吃的啦 新春,當然是多些人吃飯才開心 團年飯還是開年飯? 當然是開年啦,一個好年嘛 所以今年我們RF決定搞春明 是啦,Bebi加入了RF兩年左右 其實春明是我們台上一個傳統的 每年一次跟網友相聚的打疫情 但因為過去兩年都是疫情 放不到這麼大規模 是啦,還有大師又沒有打針 疫情之前我們又沒有錢 所以我們就沒有搞到一些時間 現在也是沒有錢,不過疫情又完了 大師也能出來吃飯 所以今年決定就是搞春明 大家記住三個數字 就是二一二 即是二月十二號,禮拜日 哦,二月十二號 地點是遲些可以公佈的 在尖沙咀的,我忘了一個名字 尖沙咀對溫五樓 你這麼快就說給大家 還是湧過去? 那就要通過 我們遲些節目會公佈的 有些公布,即是怎樣去買票 地點的方法是怎樣 我們遲些就會公佈 很快就會公佈的 嗯,是的,我們就運了一個高科技 會飛甲傳這個票去到你府上 所以就很方便的 很方便 大家踴躍一點支持 如果想來和我們聊聊天 吃下飯 大家見面的話 就先記下這個日子 有些什麼人出席的? 全台的機會 基本上全台都會出席 男、男女、女都會出席 當然就是 我想見那個會不會到 第一,我不知道你想見誰 第二就是 基本上你見到主潮都會出席 跟外女都在量 有些才藝表演 包括大師跳火圈 那些 心口碎大石 心口碎大石 就像Casper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對,想看我們的表演 又想和我們吃一頓飯 拍照 歡迎參加 位置不是太多 麻煩大家等我們的公佈 是的 老爺 這麼多財經網台看誰好? Casper 給我一定是看 Weck Up Finance的財經網台 因為 Weck Up Finance可以提供到的資訊 全部適合所有的股民 花生有來看 老爺 你說到RF這麼好 那有什麼優惠? 你問得好 Casper 現在真的優惠一鑼鑼 Weck Up Finance上面的Youtube頻道 你現在訂閱 每個節目按LIKE 以及按鈴鐺 完全免費 FB Live的時間 星期三 市場就沒有放響 繼續可以見高 就開潑 又可以玩一主 OK 今天是JP摩根天 所以就要拿一隻高能套出來 高能套又出場了 OK 應該 網友都拿了 高能套 應該只剩下最後一隻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來拿 沒有啊 我就拿了它 我很多人要 OK 先說這個Weboo這個月的優惠 因為這個Weboo 這個月的優惠都非常出色的 有 你打了這個QR Code開戶 或者在Youtube影片下面的連結 進去開戶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1723元的現金交易券 這個包括有些新股IPO Trading fees 那些現金交易券 再製作三張孖展的認購 IPO認購的優惠券給你 和一個月的美股Level2 50檔的行程 和一年的CGIF指數實時行程 這樣就看完了 是不是 另外要特別看呢 就是Weboo的現金字頭功能 因為也是正式開通 讓大家去對抗通脹的 自動伸續 隨存隨取的 就是你進去又可以拿出來 所以又不同於一般的定期存款 就是這樣 7天的年化收益率就是4.19厘 昨天都說了 非常競爭的 因為我現在比對 某間 很多華僑去開戶的銀行 它現在288天 就是大概9個月的定期存款 就是4.68厘 3個月下4厘的 就是3.8厘 這個Weboo有4.19厘 也不需要提前拿錢 又要佛息 就不用了 因為很多華僑去開銀行 4.68厘是高於4.19厘 但是你又要保持200多天 9個月的資金 現金帳戶 融資帳戶都開通了 入了錢可以換上外幣 可以做這個 年化利率4.19厘 又可以有空的 你可以做兩手股票 抽一下IPO 它有很多優惠券給你 所以如果你說 甚至乎你入了錢 你覺得 哎呀 美股都不太行 3.4萬你失去了 納指你都好像 快要回家了 這樣 那你可以用零成本的借貸成本 去Weboo那裡 做這個美股的賣空 所以就事不宜遲 按個QR Code 在連結下面 進去開戶就可以了 好了 另一件事 就是非常重要 我們春銘 亦都出了post 歡迎大家去買票 當期2月12號 年十幾 我忘記了 年十幾 有什麼人呢 我們在台上都會有的 有些倭卵 有些ETF的客戶 甚至乎很久沒見過的Abby 都會出場 很多人 我們自己都很多人 歡迎網友來參加 大家吃飯 我們也有很多的表演節目 包括跳火圈 昨天說了跳火圈 心口碎大石 和Kenny就會表演 老汗推車 和黑衣煲飯 大家 踴躍參加 收費就10881位 沒有錢賺的 因為那些酒席 斷人頭計都貴 加上我們又有酒 又有抽獎 都幾多獎品 大家事不宜遲 因為我們RF搞春明 以前都有些抽獎 我記得有一年抽獎 那個頭獎 你被我抽到 我怎麼算 那就是抽了 某一個節目的USB手指 即是節目裡面的內容 錄了一個USB的手指 頭獎就是這個 當年我們RF搞的 這次的春明就不是 全部都硬挖挖 即是值得收藏的東西 OK Abby也在 很多卵商的代表都在 所以你有時在節目裡面 看見卵商 聽見卵商的聲音 對他本人有興趣的話 你終於有機會 就兜口兜面 看到那些窩卵節目的主持 OK 歡迎參加 我們的連結就在Facebook 各樣的 遲些我們都會出Banner的 那你就會找到的 歡迎參加 好 那第三樣東西 就是這個 JP 今天是JP Morgan Day OK JP Morgan Day 高能套 出回來 好了 今天推什麼號碼 高能套 因為這個指數 我都看它 鴨鴨貢 浪完口貨 都會跌深一點 所以先弄一隻 恆子的紅 69159 高能套 你再說一次 69159 對了 69159 這就是恆子的紅 來的 它那個收回價 22150 現在21549 你收到我 我當你厲害了 222150 收回價 槓桿高的 有33倍 所以你覺得市場 因為它槓桿高 你不需要市場 跌一萬幾千點給你看 跌幾百點已經夠了 我先看211 我昨天在4點之前 財經都說了 所以就收回價 69159 高能套 你同不同意 我很同意 我都想買 不過我沒有錢 69159 做多隻給你 另一隻 22002 這隻就是平保的call 22002 7月21日到期 之前做平保的call 就短一點 這隻就長一點 為什麼禮手做平保的call 之前平保的call 我們都收不少了 是不是 高能套 是啊 上次我有買 我也賺不少 所以這次再拿到平保 因為它就跌下來 2318 由63元回到60 等等 按錯了 下回到60元邊 你可以等 因為這隻相對比較長 你捱近59元邊 最好59元樓下 58元就帥 那你就可以買回這隻22002 這隻22002 那它那個行駛價75.5 就槓桿有7倍 7月21日到期 咦這個條款都不錯 那我一會兒吃完這個蘿蔔 就去買這隻22002 頂你的肺 剛才這隻69159就快的 22002就等的 你知道嗎 傻套 我知道了 好了 高能套呢 就推介了兩個號碼 那輸的話 就不關我事了 這隻高能套的事 不關我事 我覺得平保 既然它息調的 就買回上去 駁一駁那個A股 你說是春節效應也好 兩會效應提前炒也好 58至59元的平保證股 我會有興趣的 所以兩隻號碼 大家要留意一下 跟著呢 就要follow up 昨天四點之線 財經講的一個話題 就是中國人口呢 就跌了 只跌了八十幾萬 當然看的數好像很多 突然之間 沒有一百十幾 真的少了一百十幾萬人 很害怕啊 這樣 但是對於一個 十四億國家的人口來講 八十多萬 簡直不是數 那些我不當是人 少了那些我不當是人 都是禽獸畜生來的 好了 那就講一講了 中國的嬰兒潮呢 其實中國的人口結構呢 之前有兩集的 新煎地教堂呢 都很深入淺出這樣 跟大家講過的 近來的聚會都多了 因為年底年頭這樣 尤其是上個星期 拿了那個BBQ 其實很多網友跟我說 想我快點做那個 一個新煎地教堂的 那我都有這個意思 有這個意欲去做 但是這個節目呢 要事前的準備功夫也都多 那我都陸續續呢 就收集了五六集的資料 我想儲多些才做 那因為就 這些又要做功課呢 做完之後又沒有什麼反應呢 那我就 唉 又懶了 一聽見 一覺得自己要做 就好像不太想做那樣 那但是既然有這麼多人 就說要快點啦 快點啦 那我都會加快的 那因為這些就不是 講號碼 不是那些什麼 豬兜 弱智小粉紅 那些什麼 紫舌價 目標價 就不是那些節目呢 那所以我都調整 我都預料了 那些view 就不會太高了 但是既然有 demand 有些人就說 哎呀好學習啊 聽一下東西啊 那樣 我陸陸續續在youtube 或者在書裡面 收集資料 verify 一集一集 那我準備好 我就會一次過錄多些 就不用好像以往那樣呢 一個星期 必點時間出來錄 錄完覺得不好 又要再錄 就很麻煩 那所以我會做的 那幾集 兩集 記得講中國的人口結構 那 round up review一下 中國那個嬰兒潮呢 有兩個 第一個 當然就是文革過了之後 因為中國建國以後以來 去年就是人口淨流失的 就是少了 對上一次已經是數到文革的時候 那文革過了之後呢 就是1962至1976年 中國的第一個嬰兒潮來的 那這個維持十幾年的嬰兒潮呢 每年的出生人口呢 每年的出生人口呢 大概是2400萬左右 2400萬左右 另一個嬰兒潮呢 就很近第二個嬰兒潮呢 就很近第一個嬰兒潮 第二個嬰兒潮 1982至1991的 那時候經濟起飛 生完了 1960幾1970幾 就生了一個了 啊 接著去到1980幾呢 哇 那個經濟起飛 那當然生了一個了 大哥 真是經濟起飛的時候 有什麼好得的 打個炮 即刻每個人都打炮 打完炮就生了 所以第二個嬰兒潮 和第一個嬰兒潮很近的 第二個嬰兒潮呢 平均那個每年那個 嬰兒的出生人口呢 大概是2300萬的 所以很接近的兩個嬰兒潮 時間接近 人數也都接近的 那接著去到1980幾年的時候呢 中國的死亡率呢 就開始stable 所以就看那個嬰兒的出生率的 因為那個死亡率就stable了 因為醫藥啊 各樣東西就進步了這樣 OK 那去年就是剩下了80幾萬 那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個 好像日本和韓國 當年的出生死亡人口交叉點呢 我要用日本為例呢 日本的出生和死亡的人口交叉點 就在2007年出現 就是死亡的人多過生出來的人 OK 這個叫交叉點 這個交叉點出現了 日本出現了之後呢 那麼多年都沒有扭轉過的 每年日本都少幾十萬人的了 那不算旅客的 那你不要跟那些小粉紅的弱智的 就說不是呀 日本去日本很多人 哪有小的人呢 那些是旅客來的 不算的 我講的是日本人 是拿著日本passport那些 你這些什麼豬兜白癡 那些弱智 屎不生在腦裡的那些小粉紅呢 那你是分不了 那些小粉紅很弱智 以為去得多日本 就當自己是日本人 但是你是一個旅客 你是拿不到日本護照 你去一千次日本 你都拿不到日本護照 所以你要分清楚這些 不要死在那裡 在那裡懶惰 就是包咬頸這樣 2007年日本出現這個死亡出生的交叉點之後 就沒有再上過去的 OK 所以很多人都害怕了 就是說 中國去年出了一個出生人口 少過死亡人口 那會不會好像 暴當年日本的後塵 出現了一個交叉點 未必的 因為第一 有個疫情去年 那是昨天和阿棠哥這樣說 去年有個疫情 你都不想動防 今年沒有疫情 你都動了兩鑊 會不會今年 已經補回去年不生的那些 第二就是說 當然少了八十多萬人 在日本這些人口結構來說 就會很多的看下去 但是對於14億人口的中國來說 那八十多萬人 就好像蒲公英那樣 飛走就飛走了 沒什麼所謂 所以就未至於說很緊張的 其實 要警告 但是未至於說很緊張的 我們看回2007年 日本出現了一個人口死亡交叉之後 對那個消費市場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件事 就是當然車的銷售是跌了的 車的銷售是跌了 所以也都是造就了這十幾年 中國車就好像 在世界上贏了日本車 因為日本本土的人 買車都少了 少了很多 少了一半 另外就是電子產品也都少了 因為你知道了 那些人老了 你年輕人用的電子產品也不頸實 是不是? 你買了一個新iPad給第二天 你都當作做杯戰這樣 但是你對一個老人家五十多歲 兒子的孫子買了一部iPad給你 你直接把iPad放在神台裡 天天在裝三炷香去供奉 很驚石 那些電視也都 嘩 關電視你媽媽 你媽媽關電視 我們關電視 就說人家關電視 關電視 關電視就算了 也都造就了 令到過去十幾年 日本的消費品 很多牌子已經好像銷聲匿跡 一樣的原因 因為本土的需求已經減少了 所以有這樣的影響 但是 回顧日本的經驗 這個影響 是不是對日本的經濟造成很大的打擊 是有打擊 但是未至於去到一個沉船級的打擊 因為有一個好處 老齡化了之後 日本老齡化了之後 它的都市圈是擴大了 它的都市圈擴大了 因何解 每個國家的發展都是 你外來人口 或者周邊的人口 想找工作 年輕人當然是進去東京 大阪大城市那裡 現在韓國都是這樣的情況 首爾就迫爆人 上海、北京那些都是年輕人 剛剛畢業出來 就把過去拿戶籍了 但是日本隨著人口老化 說它那個都市圈擴大了 因為很多老人家 就說我不用住這麼迫的地方 我搬去遠一點都可以 就擴大了那個都市圈 擴大了都市圈 令到那個原本迫到媽媽都不認得的東京為例 就放了一些空間出來 給遊客 給一些外來的去東京打工的人 就放了一些空間出來 這件事是好事來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題目就說 中國的人口結構改變 對中國未來是非常之好就是這樣 因為中國這麼多年來 這十幾年都是想擴大都市圈 但是沒有辦法了 因為那個戶籍制度 你畢業你不是 你是一些國外省戶籍 你讀書很厲害的 你想做上海人 你想做北京人的話 你現在有機會了 因為他們都市圈擴大了 他們可以負責到一些戶籍出來 或者增加戶籍的量 你就會有些好處 我在新鮮地教堂也講過 為什麼戶籍是這麼重要呢 因為戶籍是對那個地方的治安 要多少個公安 是一條數來的 是一條數學計出來的 所以中央給你這麼多公安 你那個城市你的戶籍大概就是這麼多 自然人口如果生多了人 那你那些就叫做城管的 我講過了之前我不再重複 所以對那個戶籍的限制 接下來就可以3D 就令到一些非上海 假設非上海那些的專才 就可以以前很緊 現在就鬆了可以上上海了 這些也是我們英明的特首 和高尖遠足的特首講的搶人才 那我們就要硬誣人 姓楊那些明明不是香港人 你就說是香港人這樣誣人 但是上海就不同了 只要你的都市圈擴大 隨著年齡的增長 人口結構的改變 你的都市圈大了 你自然就可以搶到人才了 那是不是很亮麗呢 那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有什麼這麼光明呢 就是剛剛講過了 中國第一個嬰兒潮 就在1962至1976年出現的 那這個嬰兒潮裡面 數到現在如果他還在生的話 大概是五十至六十多歲了 那很多過了兩三三四年五六年之後 就去了退休了 去了退休了 那之前也都在新尖地教堂 這個這麼高尖遠足 和視野這麼廣闊 也都講了社保那些問題出來的 那這幫在第一鑽新中國的嬰兒潮出來的人 過了幾年之後 他們步入退休 但是中國的社保 是不足夠覆蓋他們的生活的 不足夠的 別說醫療是不足夠的 那所以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斷層 財政上的斷層 那當然第二回合的嬰兒潮 由一九八幾到一九九幾年的第二回合的嬰兒潮 去到今時今日 這些就是適齡年齡來的 就是我這陣子經常都講的 企業家年齡 三十幾到四十幾歲而已 那問題本嬰兒就很容易解決的 那第一回合的那些生了 就快到六十幾退休了 第二回合的嬰兒潮出來的那些 你那些稅收那樣東西 就應該可以cover到這一幫人的 每個國家的人口政策都是這樣的 你的嬰兒潮生了一堆 到退休了 下個嬰兒潮那班就養第一個嬰兒潮的那班 第三班嬰兒潮那班 就養第二班嬰兒潮退休那班人 但是現在面對可能或者未必 可能出現的問題 就是第二班 三十四十歲頭到五十歲 第二班嬰兒潮那班 現在就是一個 run的潮潤的潮 run的潮 走得就走 如果他們走得就走的話 他們第二個嬰兒潮那班人 就會變成第一班嬰兒潮 退休需要那個救濟做了一個斷層 好了 那你說第二班那班 不要緊了 我都潤了 如果不潤那些 過了十年二十年之後 到他退休會怎樣呢 第二班嬰兒潮到他退休的話 就說現在那個 對上之前那個 不是很大的嬰兒潮那班人 養的了 那那班人現在的年紀 大概是二十幾歲 好了 現在二十幾歲的那班人 那個社會分為什麼 叫做躺平 就叫做 我賺一千元 我花一千元 你不要叫我償錢 我沒有能力償錢 總之我花光就算了 沒得花光我就在家裡躺平 所以第一批的嬰兒潮 面對著第二批的嬰兒潮 他們是潤 第二批的嬰兒潮 對著第三批的嬰兒潮 出來的那些 他們面對的就是躺平 就是這樣 這個是個問題 所以其實那個人口結構 就不是說看 我覺得在中國裡面 就不是看那個 證出證數 只是負數的交叉點 因為中國的人口結構 是大了十四億人 你少一百萬人 少幾十萬人 真的不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那個交叉點 我覺得不重要 反而來講 我剛剛講的東西 就比較重要 第一朝的 用哪一朝去養 第二朝養不起第一朝的 第三朝養不起第二朝的 你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 永久性的財政的壓力 就是這樣了 日本就很不同 因為日本那些 退了休的人士 其實很多 你看很多節目都是 他們都 年輕力壯的時候 都儲了錢 可以開一間小店 做一些串銷 做兩顆壽司 你都過一下日晨 找一些洗費 都可以的 但是這件事 在中國是完全不合理的 你試試在一個老爺 在街邊那裡開檔 賣東西 三天不夠 那些城管已經收保護費 收了你的那些回來 所以這個才是 反而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利用老齡法 這些老人家可以慢慢搬走 搬出去一些主要的核心區 所以這些地方出來 就擴大了那個都市圈 這件事中國想搞很多很多年了 也都可以消化 市區以外的一些的鬼城 沒有人買的 空置房 那些這樣的問題 那就看看怎麼做 中國人口結構改變是一個危 會不會轉化為機呢 當然就要看看我們中國的領導人 夠不夠那個 夠不夠智慧 那這件事絕對是夠智慧 這件事絕對放心 對了 忘記再提一提 我節目現在 今天FB Live 每隔十分鐘 都要盛讚YouTube一次的 希望有AI 就聽到我讚到YouTube YouTube是全世界最好的 YouTube是傳語最好用的一個平台 在YouTube公司裏面做的男 個個就是夠薄 在YouTube裏面做的女 就個個夠索的 就是YouTube男夠薄 女夠索 YouTube好東西 YouTube好東西 麻煩你們留言 也都是按了個讚 之後留言 也都要留言 YouTube好東西 YouTube正 YouTube沒得頂 這樣就對了 OK 麻煩你了 好了 今天另一件事要講 就是劉鶴 我們有老朋友 很久沒見了 原來劉鶴就飛去大浴斯那裡 就參加了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我看了一些小小的報道 看完之後 我都極度懷疑人生 還有這幾十年來講 我都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劉鶴告訴我 是完全錯了 他講了幾個點 第一個點 就是最主要的 一講完之後 我簡直 啊 做什麼事啊 我立刻找高能兔出來 就是問他 劉鶴說什麼 他講了什麼 第一個點說什麼 就是說中國 就不搞計劃經濟 那就糟了 他一說中國 不是搞計劃經濟 那中國搞這麼多年 就搞什麼呢 你不是計劃經濟 你搞什麼就可以了 他就是告訴你 你以為我搞計劃經濟 其實我不是搞計劃經濟 但是他沒有說 他是搞什麼經濟 嘩 那個腦就是 比我劉鶴神祖 比我轟炸 我的腦轟炸到我爆了 因為他說不搞計劃經濟 那之前什麼 日股黃金股啊 拿著你一股 就是捏著你那個 整個董事局 那些又不是計劃經濟 現在去年開始 全國搞那些公銷社 那些又不是計劃經濟 那你搞這麼多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你又不是計劃經濟 那究竟是搞什麼呢 嘩 這個真的 那個哲理 和這個 這個邏輯 令我亂了 但是當然 劉鶴說的 當然是有道理 是我 資質低我不明白 那第二樣他在大屋斯論壇說的 就是歡迎外資 我們不是搞計劃經濟的 你放心 那些反壟斷都是他壟斷 我就反他了 是不是 阿洗米華判了18年的 哎呀他不犯法就不用坐牢了 哎呀你不要問我他犯了什麼法 那法庭說他犯了就犯了 那就不要問我了 那總之呢這些東西就不關我的事的 啊 你不壟斷的 我不會反你的壟斷 你不犯法 我不會拉你坐18年 那所以歡迎外資 那 就行了 那你想想外資 哇你神經病的 不會跟你說外資賣中國債券的 那anyway怎樣都好 劉鶴就叫做歡迎外資 我們不是搞計劃經濟 好了 那當然下面的人就有人問他 或者走會的時候有人問他 你們中國那個共同富裕 是不是真的要一個大鑊飯 那他說中國是繼續堅持長期 即不是說一下子會成功的 就是共同富裕了 而這個共同富裕就不是搞這個福利主義 即不是要共你的有錢人 接著派給那些窮人 絕對不是這樣 絕對只是共了那些有錢人 不是派給那些窮人 是我拿了 所以他講了三個主要的項目 中國不搞計劃經濟 外資你快點回來 我們是嚮往共同富裕這個 做普特邦的世界 但是這個共同富裕就不是劫富製品 不是一個福利主義 你聽完劉鶴講完 在大屋斯論壇講完這一番的話 你的腦子是不是轟炸了 是轟炸到你爆了 那我想他第二件事說 歡迎外資 那些外資都已經有嘴巴了 我明明看到你割韭菜 你又說叫我過來 就是你叫我過來割韭菜 那我都過來的話 你不是當我傻豬豬呢 所以就是一個很老震盪的大屋斯論壇 好 看看你們有什麼問題 是啊 我遲些 我想了一個很厲害的遊戲 又是500元獎金 又是估指數 但是不是估指數 哪一年哪一月 哪一人是收在幾點 不是 這個比較新榮 我從來沒見過人這樣玩的 那我看一下什麼時候開球 又是豬兜群那邊搞 我覺得這個遊戲 我這個設計非常之好 一巧妙 巧奪天公 所以我不能講 一講了很多其他地方就會學的了 抄的了 嗯 大家等一等 是的 是的 YouTube is the best Yuki 你說得對 YouTube is the best YouTube is the best 2600 4.2入 繼續拿著 繼續拿著 如果這隻東西是你唯一一隻資源股 在手的話就繼續拿著 但是 昨天說的不是說有時候 不是說什麼 你們這些pay me pay me我 就是物有所值 昨天說什麼 386 4.07 今天做過4.1 拍一拍四個半的 這些 拿著三八六 既然記得昨天說 瑞信那隻中石化 call 今天升10% 10590 10590 為什麼下跌 摩通 道指 姑 道指 嘟嘟嘟嘟嘟 我不知道 這隻 三萬一行洗價 道指 三萬三千幾 三月十七號到期 我看圖先 成交不多 我想是三月十七號到期的效應 想問問未入你推介 那隻二四六八九 可不可以追 可以的 我覺得 看一看 先看一看 反正現在的成交都是有點 那你去買一點點 坐著 一點點 華哥18年又是一條好漢 不能進去都是一條好漢 是不是 澳門本來是這麼大的 那現在在那個監路裡面 小了一點點 其實澳門不是一個監路 有什麼分別 那麽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九一四不曉行 曉行的時候 又說你走得這麼快 怎麽追呀 那麽慢慢來 今天的事都是靠下靠下 不升不跌的 這些都是博一些兩會 政策出 在橋起路那些因素 來到就有得炒 未來到 那就先吐住 九八一中心 是不是走上 那你都有一些明顯都是上上底的啦 17個嶺這些位置跌不下這樣 那我都是等著它什麼時候會再試18元啦 那就看看啦 今天做了17.9再試18元 這大半年去年8月到現在呢 如果今次試18元就是第四次試18元的啦 所以我是博它就穿18元的而已 試穿18元 但是現在買定好不好 你可以買些坐定啦 那你有的就不要動身動細住啦 繼續坐住先啦 日本仔沒有料到 哎呀不要小看 黑田可能彭美拉箱最後發工 看看怎樣啦 老漢推車鬆口碎大石 小心違反商品條例 那老漢推車就不難的 是不是 你酒樓那裡有個點心車 那叫Kendy推兩東西都叫老漢推車 心口碎大石呢 大石呢就可言可點啦 就是大家認知大石呢 就是大家認知大石有這麼銀大塊啦 那如果我們的台覺得大石的一粒石春這樣 都可以很大的嘛 是不是 做呀 高能套啊 啊 啊灩天 如果大石有能 不是不應該去擠野阿灩 まあ啦 能量那個能 有這麼多的卵商代表 例如是HSBC 欣欣都在 2269號不要長紅 他可能有個董事有個股東說頂你的肺 你又夾上去批股又是你批 下次到我 什麼時候下次 明天我又夾上去再批 你長紅他的話 不知道誰走出來想批 就夾了你一下 你無端端滴血了 這隻不太看了 若明那些玩財技 玩到厚顏無恥那隻就不要和他周旋下去了 算了 看別的吧 春冥大樓會不會去 看看我們的嘉賓有沒有姓劉 有 有姓劉 大樓去 大樓和小樓都去 我做完 Game Theory 受盡千夫所指 不知道我說什麼 Game Theory 要個人有一個很有邏輯性 也要相信這個世界是邏輯性 就不是 Sentimental 懷這樣做 OK A股解密就不是 Finish that 因為Suki 三年沒有回過家 所以之前告假就回家 然後上個星期她要跟我去BBQ 她要負責燒東西給我吃 但誰知道原來是迎天燒了三隻蝦給我 所以她上個星期五就做不到A股解密 因為她要燒東西給我吃 就這樣 回來的了 生了都沒有錢養 又男多女少 分都結不了 雖然男多女少 都是說幾億對幾億 是不是 還有一條女就不止一條男的 即是你要明白很清楚 中國現在是想你生多些 一胎 二胎 三胎 四胎叫你生多些 沒有叫你結婚的 即是叫你動房的 叫你打種的 沒叫你結婚 你不結婚 你嘗試跟地方政府說 我很贊同中央這樣說 每個人要生三胎 但是我不打算結婚 但是我只是生三胎行不行 我想市長馬上頒獎給你 當年強制墮胎 減低人口增長 今天就是強制受胎 增加人口 我昨天4點財經都說的 當年鄧小平一孩政策 都未能控制中國人口增長 今天習主席做到了 那就不同 那時候人多好辦事的毛澤東到人太多不夠吃 所以就限制生育 那現在中國貴為世界工廠了 世界工廠就是要貼一搭就一搭 要貼一箱就一箱 沒有了那些貨物的供應限制 所以要生多些 你不生二十年之後哪有韭菜呢 你生多些韭菜出來 給點讚吧 給點讚當然是很重要的 真的 Youtube是最厲害的 Youtube是最厲害的 所以要記住給點讚 謝謝 深圳生子派錢沒有用的 深圳的生活成本這麼貴 就是派了三萬多元而已 還有分幾年 那三皮幾年我袋下袋 那我兒子交給你好不好 生完了 是不是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聲明 不用看這些貨幣政策 我也覺得日本是會繼續把那個 那個支息曲線那個 是會維持不會 因為上個星期我講了 黑田冬二就說 之前那個政策就是0.5% 那個支息曲線那個 那我拉到1都可以的 然後大行就說拉到2 然後我就說 如果你真的拉到1 那些日圓隨時拆倉 拆了個環球股災出來 都可以的 大哥 那現在他又收回口 就說 不是我們都維持回0.5% 所以就換和回氣氛 現在 我想日本是會加息 但不會加得太多 齊心激死我 你激得死我嗎 你激我不死的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激死我 就是你不停地扔錢給我 不停地付給我 不停地付給我 就會激得死我 你試一下 你不信你試一下 YouTube好東西 你記得留言都說 你不要在這個check room裡說 留言都說 YouTube好東西 你們不想打鐘嗎 YouTube is the best 記住打YouTube 你不要這樣打YT 我怕AI YT不當是 YouTube 記住 中國特色市場經濟 那就是計劃經濟 那就是 我看到買蘿蔔糕 那樣有些特色蘿蔔糕 那就是蘿蔔糕 那些特色年糕 那都是年糕 那你有沒有人告訴我 椰汁年糕和年糕有什麼分別 就是椰汁年糕有些椰汁味 年糕就沒有椰汁味 那你用這個HCF 你以前小學的時候 有沒有計過LCMHCF 什麼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因數 你約了之後 椰汁年糕和年糕 你約了之後就是年糕 那有什麼分別呢 那有特色的年糕和年糕 它就是年糕 有特色的社會經濟 特色的市場經濟 就是計劃經濟 是不是 如果不是就叫市場經濟 政府應該多謝今次的病毒 主要死老人家 可惜不夠多 你這個人真是這樣的 新年流流說這些話 真是 人抗之力求證之力 人抗誇張些 韭菜我覺得是比較全神一點的 因為韭菜會生長 抗誇不會生長的 被人一下子挖下去的 大陸那些就是 割了你 再生回來再割 這些全神一點的 韭菜 想見到我生氣 想見多一次 你不停地pay me 我今天 我一定會生氣 不停用錢帶我 就很生氣 我最喜歡用錢打我 你這樣生氣的話 用錢打我 你去春明 接著 你不用吃的 你用錢一張張一千塊 一百塊都可以 一百塊都可以 我一定生氣 你信不信 你真的試一下 中國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習近平指導中國特色經濟 你握什麼都可以 加到五十隻字都還可以 Texter這樣減價 佔國產電動三傻 是不是死多以前重 不會的 減不減價都會死的 真的一樣 你不要想到他們 是被人迫害的 其實沒有人被迫害的 全世界全中國這麼大的電動車市場 你摸得到的牌子只有幾隻 沒有人迫害它 現在中國電動車市場 雖然多了很多牌子 但是還是一個 寡堂壟斷 你就不是說有九十幾一百個牌子 只是說幾個而已 所以你不行 不是很怪你的競爭對手 人家競爭對手根本不當你是對手 我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自己定自己的價格 我看自己的數目而已 就不是看著你那條數目的 那你不行就是你不行 我經常都說 為少你這三隻 封肝就是封肝 不封肝就是很閉藝 因為是閉藝期 之前這麼害怕 理想 百多元跌了一半 真可憐 昨天見有人說 這幾天香港的展覽 以往歐洲的商家 起碼有一半都不來 直接去德國那裡算 那搞下去經濟也挺難搞 這麼難搞 德國人 歐洲商家不來就不來 因為中國有很多商家 這有什麼所謂 你來都是買我們的優質貨 我們不會買這些垃圾歐洲的東西 你買我們的中國優質貨 那你不來 不買我們就買回 什麼呢 內循環就可以了 流說的做的不就是 又要又要立牌坊 他不是立牌坊給劉鶴 是啊 劉鶴立牌坊給習 有358就不要2600 你有2600就不要358 你有水泥股 你不是拿著那些就拿著那些 拿回一些資源類 起橋起路類的股 有些好處的 Mandy Liu怎麼辦 那個華哥的女兒 一早都安排好了 不用她擔心 你不是想著她要坐18年 她的女兒你接收吧 大佬 1211OK 昨天又說了 你怎麼不誠賺我呢 220元不穿就買班 阿里26929 阿里巴巴真是 激死 113個路 什麼時候穿110 我一直都有玩阿里巴巴的 浸上浸下 就是飄移狀態那隻 昨天我也挺開心的 116個多 買了118元收回的 即是高哥 預了去收回的 這麼大的消息 阿里巴巴的 阿里巴巴的 入股 116.8元 不是吧 你不是不給阿里巴巴的 阿里巴巴的 我就拼你不給阿里巴巴的 阿里巴巴的 我拼你 佼佼鎮沒有光顫 就開紅 哇 立刻跌下去 因為那個gearing很高 那個槓桿很高 那就不用跌太多 一元多兩元 有幾塊水質 幾塊水去買 但是蓮花也好啊 大哥 不是蓮花清溫 就是過年那隻花 湘湯 你不如問一下清姐 湘湯這些股 我完全是不會碰 絕對絕對不會碰的 這些又說到什麼 又說那類 人面識別 又說什麼什麼什麼 哪在哪到他 1299 哇 又是 85元 不要紅他 85元 不要紅他 反為你駁 好像2318那樣 回來了 肯回 就有得你勝 不要 私下包台 指名女主持 嘉賓同台 當然是不可能 不可能 做這件事 你當夜總會 是不是 你來吃 我多謝你 但是 都要互相尊重 又不要說 我要包桌 要誰坐在旁邊 人家那些不是小姐 你過去拍一張照片 聊天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 不行 沒可能會這樣做 我怎麼會這樣做 不可能 呢 你去做 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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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 你去做 BEST 不是Youtube is the bad BEST 今早加菇若鳴 玩若鳴 好瘡膽瘡 我都不會碰 玩謝你 輸入鵝鯉龍宮在內地 香港幫手加務 鵬尖不讓裏面的人出來做用工 這個是國家尊嚴的問題 什麼時候曲 什麼時候直 不要搞錯 搞錯都沒什麼所謂 我曲你當直 我直你當曲沒什麼所謂 不要緊的 日本減息對美股有什麼影響 你問這個問題都很高尖遠足 日本在說加息 日本加息是影響 本來就不大影響 因為日本的息 你怎麼加法都追不到歐美的息 不會令到資金走得很散 但是會令到拆倉 短期震盪 這個震盪就不是加息那一刻 因為加息那一刻大家知道 加一厘 加兩厘 加半厘 大家知道 但是之前那些醞釀的市場會想多了 是那些令到市場會震盪多一些 我上個星期怕這件事 你試猜 都是三八六的 我想 生多一個兒子 可以合法找多一個太太 幫忙照顧兒子 這次合不合不合不合 中國男多女少 你一條女 你生一個兒子 一條兒子 生一個兒子 又可以夾到一條兒子 那哪個女兒 旁邊的兒子 那怎麼辦呢 包桌子 還是男主持坐又行不行 當然是更加不行 你看到那些男主持 每個都真是紅豆豆 大大小的 坐在你旁邊的 有些 那不太好 我怎知道 是 不好的 不好的 賭股會復活 即刻升 你看到 這幾天問賭股 沒有人會想到華哥坐18年 華哥坐18年即刻升 為什麼 你明白的 Janny Janny要旅行 Janny好像不能去 City那個 你想一下 為什麼 阿世瑪說一坐 哇 今天全部都賭股 即是脫薑野馬 借了衣服 有沒有搞錯 畢竟都是行家 大家要尊重一下 這麼慘 18年你的股價都堆堆下去 襯托一下 你升了3個 今天一按 死了 這幫賭股應該有什麼反應 哇 你又加一隻金色升3% 哇 加起來的 27號仔 又是升3% 即是大家用3%升幅 來賭一賭他坐18年 有沒有搞錯 即是離譜了 明天才升 華哥現在一看 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看新聞 一看新聞 一看新聞 今天銀河娛樂 十大升幅 升3.3% 金沙升了3% 又你升了3% 哇 華哥在裡面第一餐 即是吃都吃得不安樂 真是可憐 好啦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記得去報名參加我們的春明 OK 星期五見 拜拜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定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Rec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定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餘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歌曲樂一定 第一次 文字幕作為 всю能力 在四文字幕作為全港 如今年的文字幕作為全港 武器使用長文字幕作為全港 武器詞、虛伦、難聽、文字幕作為全港 武器、進行、要求、紀念迫、福曲、未來